發明來自改變生活上的不方便 發明來自創造更便利的生活 二星高中電機科從2009年開始 勇闖各國的發明賽 堅持到今年2022迎來了第100面金牌 這個智慧居家插座發明 在韓國國際發明展中摘下金牌 我們的作品是智慧居家插座 那最主要就是針對我們在用電安全的部分 以及節能的部分來進行製作的一個作品 那這次呢 我們為了這是我們的韓國發明展 也就是我們科想要爭取第100金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製作這樣的一個作品 那在作品的設計過程中 我們最主要包含使用的像是 一些課內所學的電路板 以及我們所學的一些程式編寫的部分 然後我們將它加以整合 然後並且透過APP的編寫 這樣子就可以透過近端的控制以及遠端的控制 那近端的話呢 我們還有搭配風明器 可以在過載的時候做一個提醒 遠端的話呢 則是會在過載的時候 手機會在第一時間接收到相關的訊息 僅是我們的用電出現的狀況 那這樣子的一個插座設計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在未來普遍化 然後實際運用在可能家庭中 或是工廠中 然後希望可以以此讓大家可以更加重視到 我們用電安全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然後另外節能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可以呼應大家說 現在可能用電比較吃緊 或者是有常常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常常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那希望以此這樣子的作品來 鼓勵大家在使用電的時候可以更加的注意 然後同時也可以注意節能和安全這樣共存的一個重要性 針對一般的插座進行改良並增加安全性 能夠透過APP的遠端監控系統 物聯網的概念 如今每位學子都可以在家修電路 我們很高興在這一次的韓國創下了我們所有最好的歷史 我們得到了第一百金 我們希望說把這第一百金讓我們全台灣看到基隆 其實在軟實力的發揮也有相當的水準 那同學利用課語利用所學 能夠結合所有生活周遭能夠用的東西 把它做出一個作品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這一塊我們的能量可以提供給大家 也希望說往後我們的作品可以做得更好 朝向第二個一百 第三個一百而努力 二興高中的電機科引領著不僅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也有機會帶領著基隆市的學子來參與這個創意發想的發明展 十年磨一劍 可以說他們把他們的智慧完全的都貢獻了出來 所以今天能夠拿到這個國際發明展第一百面金牌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期待這些得獎的發明都能與產業界結合 實際作為台灣產業加值 將技職教育發揮得零零盡致 達成一百斤 賣下兩百斤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